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期视频 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呢是关于是关于谷歌的一个搜索广告的教程 那我频道的更多内容呢是关于跨境天窗网络创业的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就让我们直接开始今天这期视频吧 那其实今天这期视频在跟大家分享这个搜索广告之前呢 其实我觉得有必要还是要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关于这种谷歌的这种谷歌的搜索广告 跟像Facebook Pinterest还有像Instagram这种社媒的 跟这种平台的广告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例如像Google的搜索广告 其实它可能更多的是有一定的搜索意图的 来到Google的搜索页面 然后我现在想去搜索的关键词 例如我现在搜索的关键词是假睫毛 那我现在去输入这个关键词 肯定是说明你是有一定的搜索 就是你肯定是有一定的购买意图的 你才会去想要搜索这一类的产品 社交媒介上面的广告呢 其实是有些不太一样的 就是因为你有需求你才会去搜索 而像Facebook广告的投放 它可能更多的是对于一个兴趣 人群性别甚至是某个地区来进行投放的 所以这种广告的类型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你在去了解这种广告的时候 就是有些用户会觉得说我想去投放谷歌广告 我想去投放谷歌搜索广告 或者说是我想去投放谷歌系的广告 我最近遇到一个小伙伴就觉得 有时候你在去投放广告之前 你要先想好你这个产品 适不适合去投放这一种类型 因为我这段时间有遇到一些小伙伴 他是做一些不太常见的电子类的产品 去投放Facebook广告 这种效果恐怕是不会太好 所以说你在去想要去做一些独立战的投放之前 你真的要去想一想你的产品 适不适合去投放Facebook广告 你可以通过观念词在Google上面去搜索一下 有没有人去投放你这一类搜索的观念词 你可以去寻找一下 因为有时候呢你不假思索了 就觉得说大家都在投放Facebook广告 我也去投放Facebook广告 大家都在投放谷歌广告 我也去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的产品不合适 你投放来投放去效果肯定差强人意的 因为有一些产品真的是很挑推广渠道 例如有些这种日常厨房用具啊 就肯定就效果很立干净眼的那种厨房 那种产品可能就在这种社媒上的广告效果就很好 那把它放在谷歌上面的广告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好 为什么在今天这些视频之前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这种差别呢 是觉得说你在去选择推广渠道之前一定要去想一想 就不是不是说所有的产品都适合去做Facebook广告 或者说都适合去做搜索广告的 不是并非如此 就是这种推广的渠道的选择上面你要去对比一下 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关于这个Google的搜索广告 然后以及如果你投放了谷歌的搜索广告之后呢 你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对你的这个谷歌搜索广告来进行优化 那希望我今天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跟启发 那就我们直接开始吧 我现在直接在Google上面去搜索了这个Google Ads 那么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需不需要去找代理去开一个谷歌的广告账户 这个呢我还真的不能给你什么建议 因为我们在投放谷歌广告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用自己的谷歌账户来进行投放的 那么你觉得说有没有什么区别 那代理开的这个广告账户跟你的这个你自己去直接使用谷歌广告账户呢 肯定在在付款方式上面肯定是有一些区别的 因为呢有些代理应该是可以去充值的 但是在谷歌广告账户上面我自己是没有找过代理 所以我不能给你分享太多的建议 那我现在呢直接就点击Sign in 登陆到这个谷歌的广告账户这边 然后登陆进来之后呢 其实我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全新的这个谷歌广告的 谷歌广告账户这边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是个人账户 或者说是就是你就是跟我一样 直接用自己的谷歌账户来信心登陆 就想进行投放的话 那肯定你要在这个设置和结算这部分 先要去添加付款方式 那对于这个付款方式呢 其实我是直接绑定了一个双币卡 当然你也可以去再去添加一个备用的付款方式 就防止你这个这个卡可能额度满了 或者说是暂时没有办法支付了之后呢 还可以有备用的卡来进行支付 所以在这个付款方式上面 我觉得也没有太多要说的 其实主要就是绑定一张双币的信用卡来进行付款 那下面我们就直接来开始投放这个谷歌的搜索广告 那现在我们直接来开始新广告账户系列制作 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有 一二三四有八个板块 这八个板块当中呢 其实也没有绝对的说 你一定要去选择销售 或者说是一定要选择网站流量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都会直接去选择最后一个 就是在没有目标导向的情况下 制作广告系列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会看到这个里边 在如果你选择的是第八个 你会看到这里边也有八个广告的类型 你可以去选 有搜索展示购物视频 应用智能本地和发现 基本上搜索广告呢 肯定我们是选择第一个的 但是你会看到 如果我选择的不是最后一个的话 你现在选择销售 那么你会看到它不同的情况下呢 它所展现的这个广告类型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就你会看到它在这个广告系列类型当中 展现的展现是不一样的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 在没有目标导向的情况下 制作广告系列呢 就是说把这个上面 可以投放的广告系列的类型 都给你全部展示出来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根据你自己的投放的目标来选择 那我现在直接去选择搜索 在这个时候呢 它会有网站展示次数 来电次数和应用下载 一般来讲都是 我就 那这个地方呢 我就去输入一个网站 这个部分的广告系列名称 就是对你的广告来进行一个命名 因为可能你后面投放的广告比较多 因为你要去自己去区别 那这个部分 例如我现在就输入一个关键词 我只是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这个部分你自己去输入一个关键词 自己去定名一下 这个广告系列名称呢 就根据你自己广告的类型 你自己去进行命名 然后就是下面一个是投放网络 对于这个投放网络呢 其实我是建议我们投放的时候 是一般不会去勾选这个展示广告的网络 因为这个展示广告网络呢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板块这边 有这个黄色的部分 其实就是告诉你 你这个广告是在Google板块的 是哪个部分会展现 在这个搜索广告呢 你很容易理解 就是例如我现在去 例如我现在在这个谷歌里面 去输入一个关键词搜索广告 你会看到第一页 那像这三个广告呢 其实就是有投放 我刚刚搜索的这个观念词 如果说这个搜索广告呢 就比较好理解 它主要就是通过这个 观念词展示你的这个广告 那其实这个展示广告网络呢 我是建议你前期可以先不要去使用 因为你可以先主要去投放搜索网络 然后你如果觉得我后面还想再去投放 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再去做一个广告组 但是不要尽量不要把这个两个放在一起 然后这个时候投放的时间 你可以去选择固定的时间 你也可以不要去选择 就是你可以根据广告的情况来调整 这个动态搜索广告设置呢 你前期可以先不用去投放 就是如果你前期不投放这个动态搜索广告 就是到时候谷歌的建议里面会建议你要不要再去投放 你可以到那个时候再去设置这个部分 广告投放的时间呢 你如果刚开始投放你可以去选择就是所有日期 然后等到有一定投放数据了你可以去选择 例如我要精确到什么时间来投放 因为你可以看到后面有搜索量 然后下面是地理位置 这个地理位置呢一般就是我现在输入 我现在主要想要投放的国家 我主要想投放欧美 那例如我现在直接就输入想要投放的国家是美国 然后这个语言这个部分啊 其实建议你可以直接就不选 就把它你这个语言这个部分呢 其实你可以直接选择它 直接设置它这个所有语言 因为你要知道你投放这个 投放的这个地区跟国家 可能呢它这个里面不光光是只有英语的用户 可能还会有一些像其他的语种 其实在这个语言上面我一般都不会放得太紧 可能你如果你有要求 那你也可以一般就去设置英语也可以 这个受众群体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 就是说你可以前期先不限定广告系列的覆盖面 就前期你可以先不用去设置它这个受众群体 因为等到你的广告投放 一天半个月的时候 它会推荐你 就在谷歌广告在里面会去推荐 例如我希望你把这个广告设置到哪一个人群当中 就是它会有推荐 就前期你可能定位不太好 就是你无法自己有一个明确定位 去定位到哪一些受众群体 其实你刚开始去投放谷歌广告的搜索广告的时候 你不要太着急 就是什么东西都想一步到位 这个没必要 因为你投放一定的有一定的数据之后 它这个谷歌会给你很多的建议 你可以根据这个建议再去做调整 所以在这个受众群体这个环节 我现在先不去设置 预算 预算呢 我一般可能你刚开始出击 我现在先去设置个10美金 然后下面一个环节是出价 这个出价呢 因为你会看到我这个转化次数跟转化价值 这两个是灰色的 因为我是新账户 然后我也没有去设置转化 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去选择转化次数跟转化价值 可能你刚开始只能去选择点击啊展示 但是前期我觉得像你一上来去投放广告的话 你只是去设置点击次数的话 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你说这个用户通过这个关键词点击进去了 那后面有没有产生一次的动作 它到底有没有转化这个 所以说你肯定是要去设置它这个转化次数 例如说转化价值 就是每一个你的转化转化的这个预期是多少 那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设置转化跟踪 那在今天这期视频当中呢 我就不给你设置这个转化跟踪 但是我会放一个教程在视频的下方 你再去投放之前要先去设置转化的代码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转化次数跟转化价值 才不是灰色的 你才可以去选择 如果你没有去设置转化代码到你的独立站 例如像shopify或者是wordpress 那你是没有办法去选择转化次数跟转化价值的 那其实我之前有做过一期关于 我记得应该是YouTube广告的视频吧 其实那里边也有说到它这个转化 这如果你是新账户真的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设置转化呢 其实你是可以去求助于谷歌的广告 就是你也可以去直接让Google的工作人员帮你去安装 也是可以的 然后当然你自己如果想去尝试呢 你就自己动手去安装 然后下面是这个展示次数 因为您目前未跟踪此账号的转化情况 就是说没有设置代码 你这个转化次数这边也是没有办法设置的 然后下面这些部分 有些像这种广告轮播 你可以不要去自己选择 去使用默认也是可以的 然后下面这个环节是对于这个广告附加信息 其实可能很多人会说 那个这个广告附加信息是什么东西呢 我应该怎么去做呢 它这个广告附加信息是在这个搜索广告哪个环节当中出现 搜索的关键词之后 你会看到下面三个都是广告 那它这个附加信息呢 其实就是你有没有看到我现在鼠标选择出来的蓝色的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部分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小链接 它有一二三三个小链接 那下面这个广告呢 它也会有一二三三个链接 但是你会看到像上面这个广告 像这上面这个广告 它下面就是没有这个附加的这个链接 也就是说它是没有去设置它这个附加信息的 那对于这个附加信息呢 我建议啊 你可以到你可以去设置一下 因为可以让你这个广告看起来更丰满 因为你只要设置你会看到 它搜索的时候这些内容它都会给你展示出来 你如果不设置那下面就是没有的 所以说还是建议你可以去设置一下 那么你这个广告附加信息呢 你在第一次刚做广告的时候 你现在先不要着急去设置 因为你到后面的时候 后面有一个专门的板块可以去设置这个部分 我现在保存并继续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看到 需要你去设置你这个广告组的名称 广告组的名称呢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广告去设置 因为这个这种名称的部分呢 你自己去设置好 因为这个时候方便你后面去区别 下面这个环节就是关键词 这时候你会看到 我刚刚已经输入了一个linking链接 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已经帮你去 爬取到了一些关键词 但是它这里面爬取到的关键词很少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直接 我例如我现在把这个链接给删除 因为你可以直接输入你的链接 然后这个时候谷歌会给你一些关键词 你可以直接通过链接啦 寻找关键词 或者输入你的产品或服务 其实我之前的有期视频当中 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你可以去使用Google的keywords planner 就是关键词规划的那个工具 然后我上一期视频有讲过 所以我今天就不在这里给你过多的重复了 我现在想要对这个关键词来进行一些拓展 那你如果现在就把地区定位到美国 然后直接或去搜索结果 这个时候呢 你会看到这里边有非常多的 这里边有非常多的关键词 然后在这个关键词 这么多关键词当中 你是不是都要来进行投放呢 这个肯定是不现实的 我之前视频当中有跟大家讲过 你要去删选一些关键词 对于这种删选关键词的建议呢 是你可以直接 例如我现在直接把这些关键词复制过来 然后我一般就会比较多使用的是这种金山文档 因为它这个呢是在线帮你存储的 我以前更多的时候是使用的google shapes 那我现在可能更多的时候去使用是这个 你可以把这些关键词先整理到一个excel表格里边 然后你可以自己对这些关键词来进行一些删选 就你可以看看像这种关键词有一些关键词 它肯定是跟你这种产品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你不可能说我现在两百多个关键词 我全部都去投放 其实这个也不太可能 就是你还是要去看一看这些有些关键词 它肯定是跟你这个产品是没有什么关系 那你会看到它这边是搜索这种产品的尺寸的 那跟你这个你这个售卖的这个产品 跟你产品的类型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它可能会去搜索一些像尺寸啊型号啊这种东西 那这个其实就属于一些跟你这个关键词相关度不大的 那么这个你要自己去删减一些环节 我还是建议你务必要去使用这种表格的形式 一是方便你记录 二呢你可以自己更客观 就是你不要什么关键词都去尝试 有些关键词这种size啊 或者说是尺寸啊表格啊 甚至有时候你会根据你的产品啊 有时候有些关键词里面 他会有什么安装啊 那像这种呢可能他这个搜索意图 就并不是说想要去购买 他可能想要去获得一些资讯 他想去了解 那这个这种关键词要去务必要去进行选择 所以说这个关键词的这个部分呢 你一是要自己去寻找这么多常委词 二是你要自己去整理一下 不是说你这个关键词 什么东西什么关键词都往里头放 这个有些时候是没有太大用处的 下面一个是新广告组 这个新广告组呢 其实就是说你在这个上面这个广告组的基础上 因为再去进再去添加广告组 那我我现在这个里面就放一个广告组 然后我直接保存并继续 然后到这个部分呢 才是真正的开始去制作你的广告 其实谷歌的这个搜索广告 其实制作起来是不难的 因为它会给你很多建议 就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包括像观念词啊什么 它都会给你很多的建议 那下面呢是对于这个标题 我现在就在这个标题当中 去使用它给我的这些观念词 我现在就想去使用这些观念词 就让这些观念词在我的标题当中去展示 其实你会看到它这个右边呢 就会有不断的组合 就是说你放入不同的关键词 它也会告诉你 这些关键词在标题当中 这些标题当中是怎么样一个展示的部分啊 就是在哪些环境当中展示 然后其实你会看到 当我把鼠标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它右边是有一个像这个大头针一样的标题 就是这个你可以去固定 就是说你可以固定位置 例如我现在就是想要这个观念词 它就是固定 永远是在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就是你可以去排序 就有时候呢 就不管它这个广告怎么样去自己自动匹配 这些观念词你要给它卡位 就我就卡位好了 我就想要去卡这些观念词 我现在就要卡某些观念词 对 就你可以对这些观念词进行卡位 然后右边它这个广告效力呢 其实它会给你建议 就是你当然是最好都是要展现出这种打勾的这个形式 就是说就是谷歌建议你它会有一个圈嘛 当然是你尽量要让这个圈变得圆满起来 就是你要添加更多观念词啊 包括对这些标题中添加热门的观念词 然后让这个标题更独特 因为你要知道当你打开一些 例如打开这种搜索广告的时候 你看到像这种标题 你起码要有一定的特色 就是吸引用户的目光去点击 也不能我现在就写两个字 就写两个观念词 然后什么都没有 这个光秃秃的用户看到这种广告 他可能都不会去点击 那你就没有用 所以说你这个谷歌广告的这个环节呢 就在设置广告的这个环节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你要去参考他右侧的这种广告效力 尽量呢 让这些都变成绿色打勾的状态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是到第四部审核的地方 他就会让你去 这个时候呢 就是去检测你这个投放的时间 然后投放替点语言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你就直接可以点击发布 那么其实到这里边呢 其实是一个谷歌的搜索广告 就一个简单的这个过程 其实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可能很多人会说 那我现在也想去投放你说的这个谷歌的搜索广告 那么投放完之后 我应该从哪些方面去优化呢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就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两点 其实你就是再去投放谷歌的搜索广告之后 就投放完之后 例如你这个广告投放 它有一个学习时间大约在七天左右吧 就是你投放 例如你现在设置好计算可能是五天 五美金一天十美金 甚至十五美金一天之后呢 你就不要再去动这个广告了 你等个五到七天 他有一个学习时间 就是过了几天之后 你再回过头来去看这个广告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想一想 如何去优化你的搜索广告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就给大家两个建议 对于一些新手 你刚刚去开始投放谷歌搜索广告 其实我觉得你不用太过于害怕 觉得我怕这个广告投负好 投不好啊 会亏钱啊怎么样 因为这个搜索广告前期呢 你可以把这个预算降低一点 例如刚开始你可能是五美金 十美金十五美金 你可以先去小预算来试一下 因为等到你投了有七天 就是有一定的 过了学习期之后呢 他其实你会看到在谷歌的后台 他左侧是有一个建议的部分 就你可以去观察 他这个建议部分呢 他就是基本上你过了学习期之后 过了学习期之后 可能你这个广告账户 过了三天五天之后 他这个建议部分 经常会给你一些建议 就是包括在这个优化得分的部分 他这个优化得分跟这个建议 其实是挂钩的 就如果你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啊 包括你做对广告进行了一些调整 你的这个优化得分 广告的优化得分 其实也是会有变化的 那其实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呢 你会看到尽量的让这个广告的优化得分 尽量的尽量的高一点 例如90甚至是百分之百 不要让这个广告得分还是处于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就是第一个部分 就是使用谷歌的建议 去来进行你广告 对你的广告进行调整 但是呢 他所有的建议 他的这些建议呢 你可以去采纳 但不是说你什么都要去采纳 因为在他这个谷歌的建议这个环节啊 就是到你广告去点击的时候 有时候他可能一直会让你提高预算 就可能是你今天投放的预算是15美金 他会让你提高到22美金 40美金 或者说是更高 这个建议这个环节呢 你对于预算的提高 你可以去自己去想一想 因为有时候啊 你可以去试一下 你例如你今天这个预算投放15美金 然后你使用了他这个建议提高到22美金 38美金更高的时候 他可能投放的效果跟你之前的效果差距不大 会有这种情况的 所以说这个建议的部分呢 我不建议大家全部都去采纳 根据自己广告的这个情况 第二个部分也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对于这个观念词跟否定观念词 对于这个观念词这个部分呢 例如我现在在这个视频的右上角 我放了一个观念词的部分 就是当你去投放一定到达 当你这个广告投放到达一定的时间 例如7天10天15天的时候 他会展现出很多的观念词 那么你可以在这个又 你可以在这个板块的部分去 例如右键去把这些观念词添加到你的广告账户里面 那其实这个里头呢就有三个广告 三个观念词的类型 一个是广泛匹配 一个是词组匹配 还有是完全匹配 那可能很多人会说 那我这三个词的类型 我应该去投放哪一种呢 先去投放广泛匹配 还是先去投放词组匹配 还是先去投放完全匹配 建议你刚开始先去投放广泛匹配 为什么先去投放广泛匹配 因为你如果一上来就去投放完全匹配 你的词太紧了 词太紧 就是可能这个流量 就是没有太多的流量进来 或者有时候你一些常委词 可能你搜索量不是很高 小几千的这种 你一上来就去投放完全匹配 就流量过于精准 你这个广告可能刚开始 看不到太多的数据 因为你没有展现很多 但是你这个搜索量又不是很高 所以前期我不建议你一上来 就把词速度缩得太紧 一上来就去用词速匹配完全匹配 还是建议你可以先去广泛匹配开始 然后第二个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否定观点词 那我在视频的右上角呢 你会看到当你点击这个观点词的时候 它会有添加观点词和添加否定观点词 那为什么我说你在去优化你的搜索广告的时候 一定要去强调它这个否定观点词 因为呢你可以简单的理解 就是说例如我现在去搜索假睫毛 但是呢你使用广泛匹配 由于你这个就是可能是 就是你使用的这个词组 由于你使用的这个词的类型 所以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太精准的流量 例如我是想要去投放假睫毛 那有一些用户可能是通过搜索睫毛膏进来的 进入到你的页面 它可能跟你这个产品的类型没有特别多的关系 可能甚至跟你这个产品的 跟你这个产品没有关系 那你可以把这些词添加到你的否词里边 就你要对你这个广告系列去制作一个否词 就是你要不断的去添加这种否词 因为如果你不去关注这个否定观点词 可能你最后的这个就是广告的预算 会被这些否词给消耗掉 对所以说新手刚开始去投放的时候呢 你可以先去尝试的去投放这种谷歌的搜索广告 因为现在目前来讲谷歌的shipping广告是很难投放 那么其实有时候呢 你可以对一些产品当然还是选品 要去挑选一些就是还是跟选品有关的 你可以去选择一些产品去来去投放一下这种搜索广告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关于这个谷歌的搜索广告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跟启发 那今天这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那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